故事发生在1969年 这一天一个老伯带着亲戚家的孩子莉莉来到郊区的某寄宿学校 女校长也是亲力亲为 带着老伯把学校的餐厅、教室、宿舍都参观了一遍 其实老伯也不太在乎学校的环境 过得去就行了 最主要莉莉父母也走得早 能有个学校让莉莉待着别去犯罪就行了 我相信在任何时代 很多家庭有问题的监护人 内心的想法和老伯都是一致的 于是给莉莉交了两学期的学费 老伯也就离去了 之后的时间 莉莉慢慢感受到了这个学校的怪异 潜规则以及短暂的喜悦 刚吃第一餐 莉莉就感觉门外有声响 似乎有人在偷窥自己 刚起声响去查看 就被管家给打断了 晚上回到宿舍和大家一起睡觉的第一晚 看似循规蹈矩的同学们在宿馆和校长走后 关上门大家还是热情的围住莉莉 问着各种问题 莉莉你来自哪里啊 怎么会转学到这里呢 对了 你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 快给我们瞧瞧 看着这么热情的大家 融入氛围呢 莉莉就打开了自己的行李箱 众人见状 抢着衣服就自己换了起来 可以说大家的身材也相互差不多 房间里一副欢乐祥和的场面 另一边 临睡前校长也和儿子路易强调一下 路易我知道你也发育长大了 时不时的你就要去宿舍偷窥女生 跟你说话呢 你听到没有啊 这要是传出去这个学校 名声不是毁了吗 还有我不允许你早恋的 要是我发现你和学校的女生交往 腿给你打断 听到没有 好了 母亲我都知道了 两人这种语言模式 看来路易长期是被母亲严苛管教的 实际上路易早就和女学生小红 产生情愫 坠入爱河了 趁着中午午饭的时间 路易和小红在锅炉房约会 确认着小红进来的时候没有被同学看到 交谈中看着小红的眼神以及年轻身体荷尔蒙的躁动 路易还是把酝酿很久的计划讲给了小红 小红我都计划好了 你等着我的纸条吧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我们就离开这个学校远走高飞 哦 我母亲你不用管她的 我早就受够她了 下午丽丽这边上着植物课呢 抬头一看 时常的大爷突然在窗户对面瞪了自己一眼 丽丽心想死秃头真是莫名其妙 这还只是个开始 回到宿舍帮校长干一些脏活的大姐大盼盼 就带着几个学生手下给丽丽口头警告 立一些规矩吧 小姑娘 这里除了校长就是我说了算呀 我可以把校长的儿子陆毅介绍给你 但是你在这里要乖乖的听话的哟 丽丽一听惹也惹不起 只能是肢体上和盼盼达成某种共识吧 晚上回到宿舍 小红看到被子下面被人放了钥匙和纸条 赶紧若无其事的收起来到卫生间一读 原来是陆毅的远走高飞计划 这个钥匙就是开正大门的 晚上11点钟 陆毅会在外面的绿房子等着小红会合一起走的 那还等什么呢 晚上趁同学们都入睡后 小红就偷摸的起床 顺着大门往路易示意的地点汇合 刚到地点附近 背后突然一个神秘人偷袭捂住小红的嘴 对方在拿刀连续的狂筒就带走了小红 次日早上校长把所有人聚集起来也要质问了 小红怎么会昨晚从这里溜走呢 在校长看来小红也是孤儿 纯属不喜欢这里是越狱了 这学校的名声传出去不是毁了吗 你们谁帮助小红走的给我坦白交代 请市长盼盼拿出大门的钥匙也发誓 钥匙一直在我这里 我不可能帮助小红或者说被小红偷走的 行吧这个事也不了了之了 晚上死不悔改的路易还是偷摸的爬进锅炉的管道 隔着小洞偷看女学生洗澡 看得正起劲呢 而在外面烧锅炉的食堂大爷 顺手把门关上就离去了 我靠这要是温度慢慢上来不就挂了吗 路易见状赶紧在狭窄的通道内用双脚狂踹门 见行不通赶紧再返回到另一侧敲打强求助 校长虽然在浴室听到动静 但也并没有太在意 好在最后一个洗完澡的莉莉要走的时候 路易还是隔着小洞求救莉莉 莉莉麻溜的返回到锅炉 把门打开就拯救了路易 也是因为这个事吧 大姐大盼盼就要给莉莉上一课了 莉莉你怎么回事 洗澡的时候你怎么好几次去锅炉房呢 那是你去的地方吗 见莉莉不是很服 次晚上再换个房间带着几个手下 盼盼就狠狠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羞辱了莉莉 被这么一顿羞辱莉莉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 感觉这里就是个地狱吧 次晚上拿了随身的衣服 趁大家睡着后把衣服先从窗户上丢下去 莉莉再顺着窗户边沿穿过楼梯窗户返回到屋内 从一楼拿出提前配的钥匙打开门就逃了出来 不巧的是整个过程恰巧被盼盼跟着看到了 再来到对面路易的房间 莉莉还想和路易告个别 一听莉莉要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了 想想也是对几天前 莉莉把自己从管道里面救出来 还保密的感谢吧 砸烂储蓄罐 路易就把自己所有的钱作为盘缠送给了莉莉 亲了路易的脸颊告别 没想到刚下楼想开门 一个不慎 莉莉就摇到了上课的铃铛 也是怕暴露 莉莉赶紧尝试着掰开窗户离开这里 而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人背后拿刀偷袭就干掉了莉莉 在外面偷看了半天的盼盼也是很纳闷 这莉莉要越狱 怎么还没有从建筑里面出来呢 于是盼盼就返回到屋内找找 这点上蜡烛一找 盼盼觉得不寒而栗啊 这地上的脚印到这里就结束了 该不会莉莉遇害了吧 找到校长 时常的大爷也反馈 莉莉神秘的失踪啊 这个情境下 等大爷走后 盼盼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 校长刚刚其实我一直在跟踪莉莉 且目睹了整个过程 刚刚黑暗中有个神秘人翻窗户 进到餐厅 大概率是做掉了莉莉 是这样的校长 过去的四个月加上莉莉 学校已经莫名失踪了五个学生呀 凶手就在学校里面 校长听后却固执的认为 寄宿学校嘛就是这样的 很多孩子因为爱的缺失 就会想办法逃离这里的 盼盼一听 这哪是逃离学校的问题呀 这些逃走的女学生 你后面听到他们的消息过吗 虽然平常霸凌一些女学生吧 但这一刻作为寝室长 盼盼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再加上校长言语的强硬 没有办法盼盼就干脆 把钥匙交给校长 也是用辞职的方式 请校长对安全问题上点心吧 次日晚上不断的听到 办公室外面有声音 顺着声援来到阁楼 往前走一看盼盼怎么坐在地上啊 校长赶紧蹲下来拍打着盼盼 醒醒啊 你怎么了呀盼盼 看着盼盼头上的血迹 再拿起盼盼的手臂一看 我靠 盼盼已经挂了 连手都没有了 这一刻校长才意识到 昨晚盼盼说的都是真的 看着前方一个人影进到房间 跟着对方进到房间 谜底也揭晓了 打开门只见儿子路易 对着一个尸体正在干点什么 看着这个情况瞬间明白真相的校长 人都傻掉了 看来这里所有的女学生 都是儿子路易干的呀 校长长期的严可管教 早就让路易的心理出了问题 边笑着介绍这里藏尸的情况 路易边科普了自己的动机 母亲你不是不让我早恋吗 我就要找女友伤害她们 母亲你不是说我长得跟你年轻的时候很像吗 这里的小红利利盼盼 不就是母亲你年轻时候的样子吗 我现在把她们做成干尸 以后她们就一直在这里陪我吧 说完这些笑着 路易就把房间的门锁上了 好 好 你看 老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